紫薯预碱变绿,还能吃吗? 吃是可以吃的,但是不能多吃 因为绿色是碱过多的表现 如果食用过多,会对胃酸产生中和反应 影响消化功能 紫红薯中含有大量花青素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的天然色素 它的特点是在酸性下呈红色 碱性下呈红色,碱性下呈红蓝 中间还可能有紫色,绿色等过度色 如果颜色比较深,可能呈现紫黑状态 花青素的抗氧化性强 它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还能预防癌症,增强血管弹性 改善循环能力,增进视力 我开心一样的地方就会用过来 在想看,我们下期准备了 我们下期准备了 块钱的这一边 我已经在想看,现在准备了 我们下期准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